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宅反抗军电台 天上牌桌身上至少要有100万台币 那换句话说如果你今天一个team大概有五个人 所以一个人一个月金主就要有100万美金 也就是所谓的3000万台币 那一般我们在团队里面有分大玩家跟算牌客 算牌客其实是要动脑子 你必须去算 那大玩家就是负责下注的人 下注的人当然工作比较简单 很容易被取代 那分红比例就少 那能够算牌技术越好的人分红比例越高 才像我这次跟两个世界冠军合作 这两个世界冠军他们的分红比例是 赢的话可以拿三成 然后再来是如果输的话他们要负担一成 等于已经算是半投资了 就是一个擦干股的感觉 而且还不只是擦干股 是真的有10%的风险 对 你灭掉给他分红的比较咯 摄影机跟照相机没感觉 就像你讲的 刚刚两个世界冠军后面金主 那这些人都是Pro 那Pro怎么挑选人参与他们的团队 第一个他们不用会上赌场 赌百家乐或赌钱的人 也就是他本身没有赌椅 对 否则他会一个手痒 就控制不住就 对 然后第二个他们希望是女生 因为赌场有性别 其实认为女生脑子不好 女生不可能算牌 或是数学不好 他们找到女生是最好掩护 然后再来是希望是30岁左右 因为年纪太轻了 如果你随便下一住 可以才变得奇怪 看起来太可以 很奇怪 对 可是年纪再大一点 女生都走入家庭了 也不出来算牌 也不可能搞成这样 VIP room 你要符合他的规则 你要能够进去 然后里面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那个地方是平点进去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我们的金主怎么那么神通广大 让我们每个人的照片跟假名 全部都进去了 所以他其实是跟我们团队成员说 谁是几点几分 从哪一个入口进去 有上桌的暗号 所以比如说我会在旁边 叫给你要来喝 然后看起来好像在发呆 靠起来好像在玩手机 然后接下来我看到那个暗号的时候 就要故作轻松转 晃过去 然后坐下来 然后接下来 他们可能就会打了什么样的手势 我就知道我要下什么 每一条排六幅 他一定要从第一张到最后一张 对 然后其实这样子 在Gladers里面二十分钟都算完了 所以一天我们要坐在那边做六小时 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算多少条 每一小时可以算三条 所以六小时我们就会算到十八到二十条 你如果是一个算牌者 其他时间不工作的话 大概可以合到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水准 真正能够过得比较爽的 其实是在Los Vegas 就是他们的赌场能够提供的 招待很多 对 所以他们住在最好的总统套房里面 然后各个秀都可以免费的看 然后每天可以吃非常高级的东西 对 可是如果你是在其他地方 那没有这么好的回馈的时候 不管是首尔 然后澳门 吉加坡 这些地方 我们都是住在非常小的地方 然后每天像上班族 一样进去八个小时算盘 然后准时进去准时出来 其实我们的金主 他光是帮他儿子庆祝生日 直接买机票飞到纽约 然后再包一台直升机了 带他儿子看自由女生的眼睛 职业赌客的生涯 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绚丽 但它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冲击 因为你知道他们到最后追求的只是钱而已 所以他们常常这些人 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赌场都算过牌 但是连赌场旁边的一个世界遗产 他根本没有看过 因为他每天只来回 他住的地方跟赌场的两个 就这样来回而已 我就觉得这种人生 你赚了这么多钱 为什么不去实现你的梦想 然后他们就回我一句话 他说现在还有钱赚 你当然要进赌场赚钱 实现梦想随时都有机会 可是就是会有这句话 让他们连最基本的梦想 20年不会去做 我觉得有一句话很有趣 人们是如此的讨厌钱 导致我们急得把它花掉 换取别的东西 那人们是如此的喜欢梦想 导致我们留在身边 一辈子不去做它 对 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真的 下次记得把这句话 写进你新的书里面 会 希望你的经验也可以让一些人看到 不同领域不同可能性的一个方向 那也许有很多事物要确实亲身经历过 才能够知道 到底是不是你真心想要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宏安 接下来发展一些顺利 书可以大卖 好 那下个礼拜天晚上9点到10点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阿宅反抗军电台的节目 我是朱学恒 大家拜拜 好 希望大家可以赶快到书店里面 或者是上伯克来去买我的书 我的决胜21点 书里面完全是像我一个这样子 普通的台湾的女生 到底如何走到电影的人生里面去 被黑名单的金字拎在这里 快点还不上伯克来快点 好吧